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哪里会闪光呢 情绪在上面有很多列文 晃动晃动 看到了 里面闪光了 发出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闪一闪的 到底是什么神秘宝贝在闪射灯光呢 打开看看 里面装的什么秘密呢 好神秘的宝贝呀 拆开包装 看到这个闪闪发光的宝贝了 就是它 这个圆形的球球 一个发光球 碰撞它就会发光了 哇 好漂亮的灯光 有一张贴纸 有一张贴纸 贴纸的上面有飞弄的小鸟 是飞弄小鸟贴纸 还有一包巧克力豆 把玩具传出来 玩玩这个玩具 这是一辆小气针 这是彻彻贴纸 可以组装的小汽车 组装这辆小汽车 很有趣的小汽车 组装轮子 我们自己组装好了 再组装折折屁股 好了 这辆小汽车组装好了 很漂亮的小汽车 好了 接下来我们 拆第二个奇绪带 拆一颗小猪配奇奇绪带 包装上面有猪妈妈 猪妈妈穿了橙色的衣服 对面有巧克力 还有心情玩具 还有新奇玩具 这边也有猪妈妈 打开包装 大开包装 还有一个吃巧克力的勺子 有一包巧克力 还有这是谁呀 是我们的小猪佩奇吧 佩奇穿了一件橙色的裙子 佩奇的头可以专动 这边才是正面 这个佩奇只可以站立 它不可以坐下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拆到了可以组装的车车 组装玩具可以提高小朋友们的智力 让小朋友们更加聪明 小朋友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 喜欢我们的视频 还可以订阅我们 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